大家好,我是阅读人郑俊德 在故事介绍所 让我们写一本好书 探索自己 阅读世界 朋友,当你听到业务 你脑海中会出现什么呢? 是在推销的业务员呢? 还是不断在鼓吹你赶快买东西的人呢? 我相信很多人面对业务都很有压力 总觉得这过程一定会被强迫推销 所以你会想 我这辈子绝对不可能成为业务 但实际上 每个人都是业务员 卖的不一定是我们看得到的商品 我们举个例子 像你去应征 你销售就是你自己的价值 你过去的努力、的学历 当你成为客服人员 你销售就是你的服务 要让客户满意 当你成为公司的行政人员 你销售就是 帮助公司其他同仁完成任务 而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你销售就是知识 所以我要告诉你 人人都是销售员 但是除了成为销售员之外 其实你要懂一些小技巧 你就能够再升级成为顶尖业务 我今天要跟你推荐一本书 书名叫做 成功拿下订单48招顶尖业务销售技巧 作者是三田何玉先生 他连任多届顶尖业务员 同时也担任销售流程顾问 为100多家大型以及中间的企业 提供销售强化资源 以及流程改善的咨询服务 而现在他甚至高升成为企业的取代役社长 我自己也阅读了许多创业的书籍 也深知许多创业家 甚至获得财富自由的人们 很多都是业务出身 所以当你能够成为超级业务 也预表着你的金钱收入的荣景 将是随之而来 但如何才能够成为超级业务呢 一般人往往想 销售应该没有正确答案吧 每个方法应该都不一样 会有自己的做法 可是如果你去问顶尖业务员 他们都说的方法 其实都有一个大致的观点就是 我只是把理所当然的事情做好而已 但如果你深入研究 这些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有一些 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作者他很努力地去访问了 一千名顶尖销售业务员 进行分析 并将这些细节归纳成48种 标准化 可视化的手法 紧接撰写出这本 顶尖销售员的精华之书 而这48个手法 大致可归纳成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呢 就是严格遵守最基本的尝试 第二个方向 不要只想把东西卖给客户 第三个方向 时间要花在刀口上面 我自己也曾当过业务 而且是百万年轻的那种 我不是那种能言善道 有嘴华则 或者下班要应酬那种业务 但其实我有部分运用到书中 所提到的观点 并且实践在我的工作上面 书上提到的第一点 严格遵守最基本的尝试 那什么是基本尝试呢 比如在拜访客户前 要确实做好准备功夫 这过程要了解自身产品 并且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还要能够对竞争对手产品 也要有所了解 而同时呢 如果你的客户有问题 要立即回应不拖延 我总是谨记客户的提问 尽可能在当天回馈 让客户能够感受到 我服务的用心以及及时性 当然还包括我会遵守约定 只能提早不能晚到 甚至有时 我会设定一个准则提醒就是 准时就是晚到 准时就是迟到 也因此我现在成为企业讲师 或者顾问工作 我总会提前半小时或一个小时 到达会场准备 而第二点 不要只想把东西卖给客户 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 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甚至比客户更重视他们问题 书中提到像旅游业者啊 有的甚至直接跳下去 做地方创生 自己创造光光的资源 而药厂业务直接从事地方活动 寻找需要这些药的病人 这都书中所提到超级业务所做的事情 现在我推广阅读 但我知道更多人对阅读技巧 是害怕有障碍的 所以因此我先从推动课程 高校阅读开始 帮助更多人学会如何阅读 而后又开创了阅读人同学会 让更多人学会如何实践知识 分享阅读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实践过程当中所收获的 而第三点叫做时间花在刀口上 比如像制作简报资料这些事 不要花太多时间 请把现成的拿来改一改就好 把时间多花在开发客户并且关心客户上面 这才是最重要的 像我自己现在工作 每天会需要大量阅读 除了需要去公部门演讲 也包括还有很多企业课程的邀请 每天晚上九点还要开直播进行说书 也因此有许多不同的节目和工作需要产生 而我自己在这个阅读的练习 或者延伸分享过程就会不一样 例如像讲重点的说书 我直接会看封面以及目录 挑选读者有兴趣的主题来分享 不会把整本书读完 但如果我是要演讲或者要去讲课 我则会把目录整理出来 并且依照课程时间进行规划 分享哪些章节重点是我的客户需要的 而在过程当中 是把时间用在刀口上面 所以我自己的简报也有特定的框架 让我在预备时能够更快地完成 而这本书的作者也把销售业务过程 标准化、视觉化 甚至以大型中间企业为主 访问了上千名顶尖业务员 他把这过程拆解成一块一块 让你能够真实操作并且熟练的 而这些方法和技巧也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只是只要做好一些小细节 你就有机会成为顶尖 所以普通业务和顶尖业务 有时候差异只有一点点 而这一点点的差异 其实就造就不一样的销售结果 以及金钱报酬了 所以作者也提及 未来的顶尖业务 将更重视具体化以及数据 另外也更愿意多想一点 多做一点 扩展出更多的商业机会 不再只是单纯的一个小小的业务员 顶尖业务员的职业发展 将会是一个更广、更宽、更深 甚至更容易成为一个企业组 就会同作者一样 最后成为社长 所以祝福大家 都能够成为顶尖业务员 掌握小细节 从平用业务变成顶尖业务 成功拿下订单 48招顶尖业务销售技巧 都能够成为顶尖业务员的顶尖务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